在三彎DOC裡面 讓我找到以前的自我 找到自我 然後朋友很多 然後學習很多 互相的團隊 互相的學習 互相的幫助 尤其是我咖啡在彩豆的時候 我只要說 邱妹 我現在我忙 我沒有不好去上課 然後他馬上就發動了信息 我們哪一天我們來去採豆子 體驗採樂趣 這是讓我最感動的 我退休下來 從來沒想到說自己要去當志工 可是我在三彎DOC 連續上了很多的課程之後 我發現我居然一毛錢都不用教 我可以學這麼多 所以抱著這種回饋的心意 我就留在DOC當志工 當助教 現在有當老師 本著服務的精神來為鄉民服務 電腦不再是一個年輕人的專利 年長者他很需要接受說 上了電腦以後 他可以吸收的很多的資訊 尤其透過電腦呢 在臉書上 他可以跟外地的孩子 孫子 做一個溝通的橋樑 做一個溝通的橋樑 然後加到我的最愛裡面 我在還沒有去DOC的時候 第一個 我沒有自己的mail 那臉書更不用講 臉書我也不會玩 那更不要講說Excel 然後Office 然後網路上面去訂車票 去掛號 這些我都不會 我都不會 但是學會了之後 我覺得我受益這麼多 所以呢 我就抱著一個回饋的新聞 教那些 對電腦還感覺到很陌生的 不會的女裝電腦 喂 阿秀大哥 早安 今天你沒有來我們電腦教室喔 對啊 今天有老師有上課啊 對 上灣是屬於偏鄉 比較偏鄉的一個區域 所以我們很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鄉民呢 都能夠來上電腦 因為他不走出家裡的話 他就是沒守在家裡的話 他會不知道說 一些事情啊 透過他可以出來 可以認識了很多的朋友 那他的生活的一個視野 一個想法 一個思想 會表現得更好 他就說 我接觸團體以後 他可以交更多的朋友 那話題也更多 那學了電腦以後呢 他回家也可以跟小孩啊 說我來上電腦課 我今天玩了什麼東西 那小孩子 他的孩子 孫子 回家以後 他們就增加了他們的一個 說話的一個話題 草山海流流 山河那样照耀 不顺牙跨笑丑丑 大豆太熟牛咖喽 大爷 啊? 来帮我把这个拿去那个客厅好吗? 好 菜炒好了 麻烦你了,谢谢 在山湾的DOC我学习的很多 除了桌型的 然后现在教学到了就是平板 跟利用手机 然后去做一个的连串 电脑跟手机平板的连串 那在平板电脑这方面 也让我学到了说 我能够唱歌录歌曲 然后分享给大家 那有什么事情 我都会把它记录起来 甚至把拍照录音起来 然后在FB与大家分享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我现在状况是如何 快乐的啊 好脑肥上的 什么这一些的 我们平板呢 不单可以录音还可以录影 那像我平常在家 吹saxophone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它录起来 录了几首 然后呢 反复的看的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抢拍啦 什么时候音不准啊 然后呢 你就会去修正它 所以呢 我们呢 快要来的平板歌唱大赛 我也想说 教同学呢 怎么样使用平板呢 来录下你自己的声音 然后呢 你在播放回来自己听的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 自己哪里唱错了 哪里唱得太高 哪里拍子抢拍 不准啦 好 那你就可以把它修正过来 那你就可以把它修正过来 三湾DOC是有三个乡长来上课的话 他们就是做一个学习的楷模 像我现在这一位真乡长的话 他年纪已经这么大了 也是70岁了 他还愿意来学习 就是一个榜样嘛 还有我的老乡长已经83岁了 他也很愿意来上课 他就是慢慢的加上志工去引导的话 其实他们上的还是很快乐的 好大家试试看 把你的平板打开来 打开来 先连上网 先连上网 之后呢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录音软体 打开之后呢 红色的录音键按下去 然后呢 红色的录音按键呢 点下去 这时候呢 他就开始在录音了 那 老师的声音不好 但是我今天还是要唱两句 我们来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忘不了 忘不了 忘不了你的爱 忘不了你的情 真的是忘不了 好 我们录音录到这边 然后呢 把录音键再按一下就 stop 停掉了 停掉之后呢 我们按play 然后 我们听听看 刚才录音的效果 那各位同学今天学会这个 下载歌曲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练歌 练歌 歌唱比赛 歌唱比赛很简单啊 就荧幕看着麦克风 那个麦克风拿着就好了啊 结果是要用平板电脑 我说惨了 平板电脑 不会操作 我要怎样去弄 然后就 也是有二捕 老师还专程 就是说 二捕一下 如何的操作 这样子 在山湾DOC 我觉得最快乐就是 我们在山湾DOC 他们也愿意做志工来继续学习 继续去服务新同学这样子 DOC它不是说光将你电脑技术而已 它更小的让你知道回馈 也增加你的人际关系 我这身 是很破音很破音的 但是 我有这个勇气 我有这个的 就力量 我能够把它呈现出来 表现出来 是一种的学习 我欢迎下一位山湾的陈阿田 带来的转妹家 这个陪审大家好 我是山湾DOC陈阿田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